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也蔓延到全台湾其他各个地方 那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成绩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让这个产业开始有了雏形跟可能性 这里的舞台看似不大 却培育了许多喜剧人才 像是余梦新夜 达康.com 勇气即兴等团体 都在这里发迹茁壮 卡米蒂虽然紧邻松烟文创园区 却无法负担暴涨的租金 只能吹起席灯号 其实很现实的原因就是 就是房租涨了 而且涨得有点离谱的数字 这个店我们卖票的所得 常常甚至不到18万 那怎么来付这个 一个月18万的租金 这是不可能 我们之前当然有接受公家补助 那可是以数额来讲 可能是一个月3万 或者是多少的数字 那对我们来讲 那是帮我们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可是如果现在房租变成18万 那我们的缺口可能是有15万 那你要再补助我15万吗 那完全没有意义 那就等于是公家给我钱 我转手给房东 那这个是 对我来讲是荒谬 而且也不道德 也对不起所有纳税人的事情 那我们宁愿关门 告别演出场地 过去曾在卡米帝发表创作 祝点演出的近50位演员 用马拉松式的接力演出 卡米帝拜拜秀 用他们最熟悉的喜剧演出 宽送这个别具意义的文化地标 我们是拜拜秀的第一组 第一组第一组 刚所有在上面讲话的时候 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叫做参加自己告别式 拿身体的司机是什么 看到身体的司机是什么 而且我觉得我有一种 顶库被掀开的感觉 台湾有这样的地方 给喜剧表演者去试 去成长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他可以不断地去试 不断地去try自己的东西 然后直接跟观众反应 然后第二个是 在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那种 不一样风格的喜剧表演者 然后这个会增加 我们喜剧的创作和表演之间 很多的新的思考和碰撞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非常难得 而且非常重要的 张硕修感慨地说 文创园区的设立 应该要包括 育成创作 生产 以及消费等不同层面 但现在台湾 只能看到最末端的消费 充其量只能说是 文创百货公司 他说如果再不重视这个现象 他担忧以后 还会有文创内容吗 艺术家是很弱势的 除非你是很强 很top 所以艺术家是很弱势 他总是会一直飘移 就是这个地方 也许有了艺术家来 然后把他做起来了 然后炒乐这边气氛 他负担不起了 他也许会飘移到 另外的地方 但是不可惜 因为观众是跟着我们走的 班离限制后 卡米蒂会秉持喜剧 不死的精神 开始进行全台的 脱口秀喜剧巡回演出 短期之内 当然我们就是 有点像游牧民族 就是找场地合作 不管是私人的 或公家的场地 然后继续办我们的表演 喜剧的东西 还是有一个属性在 然后它比较好的东西 好的状况 其实如果我们看欧美 或是日本 甚至韩国 他们就是在做 我们这一类型的喜剧的 都有一个固定的场地 让他们发生 他们有自己的表演场地 然后来培养他们的新人 然后其实这样的场地 还是对于 这种创作跟激发 还是最好的 所以始终还是最后 得有一个家 俱乐部关门了 但是喜剧演员 将会继续把欢笑 带给观众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台湾第一个喜剧剧场 卡米蒂培育了很多 优秀的喜剧团体 像是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的 DOT COM DOT COM 渔泵新夜 勇气 即兴剧场等等 可是随着松烟附近 房租高涨 卡米蒂在三月底 不堪负荷 连演三天 拜拜秀 暂时关门休息了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卡米蒂的总监张硕修 来跟我们分享 台湾喜剧的地标 卡米蒂 蕙琳好 贝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蕙琳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演出其实是连续三天的拜拜秀其中的一天 对对对对 应该是第一天 主要是第一天 达康他们很可爱 就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说 好像第一次参加自己的生前告别式 有点像 蕙琳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连续告别三天 对三天 差不多将超过二十五个小时的节目这样子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现在心情 那个印象其实还蛮 当那三天的印象还很历历在目 因为就是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子就是 应该说从来都没有办过这样子的马拉松式的演出 然后几乎我们所有的团体 所有人都都站上那个舞台 到底有多少人我都没有统计 保守说就是五十个 对可能超过 超过应该是超过 应该是超过 基本上有超过五十个 各式各样的喜剧演员 然后那所以是一个感觉是 就是一个从来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好像必须感谢这一个拜拜秀 或者是这个结束营业 因为没有这个这个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然后出现太多不可能出现的演出 就是从来都不觉得会有这样的演出 会再被看到这样 搜秀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好比方说我们的开场就是第一天的开场秀 就是DAC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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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然后包括另外就是 他已经消失了将近三年多的阿红 然后为了这个拜拜秀 再度回到卡米蒂的舞台 等于是为了他的八年前的那个起点 突然有点激动 就是好好的想要跟卡米蒂说 说再见 对 说Goodbye 然后包括我们观众 有些老观众 观众也变得好像是战友一样 因为这些观众 有些就是每个礼拜他就来支持你 就是变成是一个 大家很像家人一样 真的很像 而且还不是公祭是家祭 有这个感觉 Broadway上的那些剧院 他们可能就只能一个晚上就做七八百人 你如果把他拆了盖一间 然后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产值 可是他们不去这样做 这是有原因 就是美哈登为什么是美哈登 然后为什么伦敦的West End 可以是West End 就是他没有那个地标保留下来 他整个城市是不可能伟大 其实那天拜拜秀的最后面是 Social亲自上去把Comedy Club的那个招牌卸下来 虽然说你也心满意足 大家也心满意足 可是有件事情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心满意足 就是为什么松烟那附近的房租会长成这样 你们应该是最有资格来说这件事情的 因为其实八年前进去的时候 跟现在的房租真的差很多 导致Comedy Club要关门 那时候刚好就是联合报搬走了几年 然后那个地方刚好就是 就是整个小蛮萧条的 所以那时候进去的相对的租金成本 租金相对便宜 对以他交通或者是地点就是很便宜 所以我们抱着很天真的方法 方式就进去了 然后前一两年都还转得很顺 虽然房东还是稍微都有涨一些 涨一点点租金 那但是就到大概两年前松烟整个 那个文创园区 包括台北文创也开幕了 然后就整个开始变得很热闹 然后接下来就是周边的一些店家 就开始一直变换 比方说早餐店或是小吃店 就是比较 比较家常的 对那些就慢慢一间一间不见了 然后再来就是饮料 就是比较小的饮料店跟便当店也不见了 然后就一直换一直换 一批一批 这种城市的自然发展 我觉得都无可厚非 但是主政者可能要 或者是比较有 有那个power的人 他们应该要注意到的是 说 那个资本是什么 除了经济的资本以外 那艺术跟文化的东西是有一个文化资本 或是艺术资本 然后他可能不跟经济的资本相可以划等号 但是问题是文化资本的东西 如果一个城市要伟大 他势必要保留很多强有力的文化资本的地方 那如果说像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城市 他们都很会注意这个事情 比方说像纽约或者是伦敦或者是东京 他们会很强力的去保护一些东西下来 像纽约最核心的Browave 那些剧院 为什么可以上百年了 他们还是留在那边 除了那些剧院有一定的产值之外 当然是有很多的企业组 或者是市政府 他就不让你动 那些剧院 他是已经变成历史建筑 他不可能淡的产 可是你要想想看 如果说那些Browave上的那些剧院 他们可能就只能一个晚上就做七八百人 你如果把他拆了盖一间Sears 然后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产值 可是他们不去这样做 这是有原因 就是Mahattan为什么是Mahattan 然后为什么伦敦的West End可以是West End 就是他没有那个地标保留下来 他整个城市是不可能伟大的 那如果说台北想要成为一个华人区 一个文化主导的一个城市的话 他就必须要去仔细思考 他们要保护的东西 是什么 哪些是不能动的 然后哪些是要被保护下来 好回过头来讲 其实卡米蒂俱乐部是你创立的 然后几乎也可以说 在台湾的喜剧大部分 就是从在这个场地里面 开始这些团体 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可以表演 然后孕育了这么多 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很丰富的喜剧团体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初你们一开始创这个 卡米蒂俱乐部的时候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你们自己的 我有提到提到几个 其实就是我们开始很重要的 然后就是像说那个大钱小钱 大小钱他们叫 就是一开始叫阳明山天际 后来改名叫Money Money 他就是我们一开始 虽然是很红的团体 然后初期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夹子小印 在我们那边做叫做脱口秀KTV 就是他就是是在唱自己的创作曲 那可是在中间夹杂脱口秀这样子 然后他也那个 他做那个东西也整个实验了 大概两年的时间在我们那边 然后他演出频率也很频繁 然后后来就是开始有一些 我们比较核心的团体 也开始慢慢进来 一开始还有壮壮 也是跟我们几乎已经八年 到现在还跟我们密切的合作 好然后再也就是一个一个团体进来 像我刚才提到Dakang的前身 就是阿宏阿达有个Gaming Time 然后慢慢一组一组人进来 然后双人做双人组的表演的人 慢慢地他们就集结成了 现在我们知道的渝泵行业的 雏形那个时候 对的第一就是 可是人还很多 就那时候一开始十几个 然后慢慢又他们又历经了一些演变 对 然后就是雏形就是渝泵行业 然后后来那个勇气即兴来了 带来了improv就是即兴的东西 然后我们自己长期都在做脱口秀 然后慢慢脱口秀的东西也越来越熟练 然后我们在五年前就是集结了 我们自己原生培养的一群人 然后成立了战力榜 就是我们现在都讲他是脱口秀第一天团 重点因为为什么是第一天团 因为他们是第一团 第一团核心的在做脱口秀 到了目前为止 最主要的几个形式其实就确定下了 就是脱口秀 日式的漫餐 然后即兴 然后还有短剧 常会说我很多事情都不痛不痒 对 有时候会这样就是因为你做喜剧久了 你每个东西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开始不去想痛 他想说这个可以怎么拿来搞笑 你观察这些观众啊 没有哪一些桥段或是形式或是笑点 是观众最有反应的 我记得我们初期一两年 如果你要跟观众谈一些政治 或是社会的议题 观众都是反应都非常非常冷淡 真的 对就是一片静默 然后也不会给你feedback 然后到现在到我们最后这几 这两年 就是我们讲 就是可以触及到很深的 很深的政治议题或社会议题 或者是几乎什么 几乎什么都可以讲 就是观众也被我们训练到他的 他的眼界跟他可以接受的东西 越来越广 然后后来我整个归纳起来就是 喜剧的东西就是 它的它不可能凭空捏造 因为喜剧的东西就是在跟观众取得共鸣 就是你要戳到反而不是笑点 往往是戳到痛点 可是你戳痛点的方式是用幽默的方式 为什么因为假设 假设这很正常 你最有感觉其实不是笑而是痛 假设你曾经被打一巴掌 或是你曾经重摔一下 这个东西可能一辈子不会忘掉 对 所以你在戳到他的笑点的时候呢 往往假设你在谈一个东西就是 你曾经你在台上谈是曾经做过很丢脸很丢脸的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痛点 但是我们是用一个喜剧幽默的方式来呈现它 然后一讲到你观众有引起观众的共感 或是他有刺痛到他一点的痛点的时候 可是他看到的是演员在台上演绎这个东西 所以他他其实是转化 他把痛是丢在演员身上 可是他自己是不但被刺到了 而且也笑了 而且他还被升华了 所以就是喜剧的升华效果或治疗效果 对 而且对我们自己做喜剧的来讲 其实更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就是怎么说呢 有些人会说 常会说我很多事情都不痛不一样 对 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因为你做喜剧久了 你每个东西你遇到痛苦的事情 包括我们演员都是哦 比方说他被女朋友甩了 或者被男朋友甩了 或者是比方说丢了十万块钱 或是怎么样 或是撞了车 然后后来这通常都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后来他们已经变成说 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开始不去想痛苦 他想说这个可以怎么拿来搞笑 所以这是一个喜剧的转换 他就是一个让你升华 然后因为有痛点的东西 里面一定有笑点 对 而且观众跟你共感那个痛的时候 你用笑来帮他转换 不但演员自己获得治疗 观众会笑的那个东倒西歪 而且已经不只是东倒西歪 他会拍手 所以就是就是喜剧的 社交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吗 你有没有曾经把哪一种 你生命当中 或是你看到哪个演员 把他生命当中很痛的桥段拿出来演 比方说那个 Combly Girls 就是韩伦娜 对 他的就是进到我们这边的第一个桥段 就是在讲自己 就是交不到男朋友 他明明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然后可爱的人 然后他第一个 可是他有一段时期 就是几年都交不到男朋友 这样子的东西 他就拿这个当成他第一个脱口秀的段子 然后把自己的掏心掏肺 其实很多东西在讲很痛苦 而且有点尖锐 是 其实如果是放在别的舞台上 别的桥段上 可能会哭 可是观众其实就是会笑的东倒西歪 然后他自己讲了这个段子之后 他自己也都升华 好 其实这个是让观众 跟他非常非常有共鸣的一个经验 对 接下来Comedy Club 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你们现在没有家了 得要逐水草而居去了吗 对 就是 其实我们做这八年来 就是 因为你不会去感觉到 所谓没有家这一回事 因为他一直都在那边 然后每个演员也都知道 就是可以回到哪边 所以目前为止 这个感觉 因为也才两三个礼拜 所以现在那个感觉还不够深刻 可是拉长的时候 大家势必会有 一定会有失落感 而且对我来讲就是 那个地方它其实不只是 它也是一个家 它也是一个基地 也是一个交流 还有一个精神 精神堡垒 那它失去的那个价值 绝对不是那个实体 那个店面不见了 而是那个精神 那个地标的感觉 那突然没有一个基地了 我们就刚好 四月初也去了上海两个礼拜 然后接下来就是台中 高雄 新竹 花莲 这些我们以前 不太有能力去的地方 刚好就是这个时机点 也让我们有这个时间 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练柄 因为以前我们是每个礼拜 都要演 然后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演员是会累的 会疲累 然后他没有休息的机会 那现在就是我们 会变成是 我们会变成是一个月 只推一档节目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 更精实一点 一个月只需要演一个weekend 然后让我们的练兵的时间 跟准备时间也会变多 那希望让这个 我们整个品质也往上 那这就是喜剧人的一个好处 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往好的地方去想 对这个 对就是 就是我们 做喜剧久了 你就会很乐观 这样子 好最后可不可以用 你用短短的几句话 来跟我们描述 你觉得为什么 我们需要喜剧呢 可以讲 就是说 人类的最古老的 最古老的两个戏剧形式 就是喜剧跟悲剧 然后 那很多东西被留下来的 几乎都是悲剧 因为悲剧 看起来是比较深层 对 比较去探讨议题 对 然后喜剧呢 就是嬉笑怒骂 然后也许有些低俗 或是有点不入流 然后 但是它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两个东西 是 哭跟笑 对哭跟笑 那很可惜的 很多好的 就是那些喜剧 很多资料都没被留下来 大部分被留下来都是 悲剧 好像很震惊的悲剧 对 但是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这个时代喜剧 它是可以很严肃的搞 就是以我们来讲 我们是用一种很认真的态度 在搞一个很天真的喜剧 对 那对我来讲就是它 它就是喜剧的价值就是它在 带你怎么去幽默的看待自己 看待别人 看待你周遭的一切 因为对我来讲 人生其实充满太多苦恼苦闷 生老病死 如果你不用一个超脱 幽默的态度 放轻松来看这一切 你怎么有办法找出新的方向 新的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做喜剧跟看喜剧的都是一样 它就是让你用轻松的方式 可是你会去察觉到 人生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一些其实很幽默的智慧 那让你很轻松的去看待人生 因为喜剧是很正面的 让你更有能量 然后更开心的去面对这一切挑战吧 好 我们希望喜剧不死 然后Comedy俱乐部 就算还没有找到家之前 也寻回全台湾 是 把欢笑带给大家 一定会 一定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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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